说左是你 说右是你 说挣钱的是你 说回去的也是你 如果他不跟你回家的话 你会跟他分手吗 会 你是已经下定决心 执意要回老家了是吗 这是首要条件 次要条件也是有的 我觉得在河北那边发展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不在北京就行 就是北京让你觉得 没有发展的空间是吗 就是你学的这个专业 北京让我觉得特别压抑的 因为每天上班的话 特别特别累 我们首先得要先 步行两公里 然后再要坐公交 然后又要到地铁 就那样子 挺累的 你还能适应了是吧 对 我能适应 因为就是我觉得北京那边 学习空间和晋升空间 各方面都比较大嘛 我就喜欢在这种城市里拼一拼 闯一闯 趁着年轻嘛 难道现在不去拼 非得等老了以后再去拼吗 但是我觉得再这样拼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我觉得再过十年还是这样子 是 之前也这么说的 我在那小县城工作的时候 你也说你在这干十年 你还是这样 后来来北京了 你就说你在这干十年还是这样 那你就直接说 我就十年还这样就得了呗 不管我去哪就得了呗 那你要不给辫子的话 其实也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几年才有进步吗 有一点 只有一点啊 那看来还是应该留在小县城 是吧 对 来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说一个女人到底是望夫成龙呢 那还是望夫成龙呢 当然是望夫成龙呢 你还在这边 我说是要是能不能给他 我说是能不能给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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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